今天上屆政府林鄭主政的時候 也很積極希望去密地建屋 也舉行相當大規模的土地大辯論 當然了整個辯論的過程當中 有些都是雷聲大雨點少 但其中一個很具體的項目 就是這個粉嶺哥爾夫球場 是不是繼續給一些有錢人在這種悶樂的地方 這麼大土地用來建屋就最方便 那裏都成功了面對一個重點 到最後政府終於用一個妥協的方式 你說完全不動就不行 動了就有很多的阻力 那就動了一點 九公慶土地可以建萬二火公屋 那裏其實政府要回粉嶺哥爾夫球場 三十多公頃 但在輾桌之下 在三十多公頃裏面 表明只是用九公頃 建一萬二千間的供應房屋 即是公屋 或者就算是居屋 但對於那裏附近 我告訴大家 附近那裏的 現在是沒有什麼村屋的 那裏已經成為獨立的別墅 是憶憶聲一棟的 大家不要看九公頃一公頃 因為那裏另成一個天地 是一個周圍綠柔柔 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亦都是很寧靜的 打壓哥爾夫球的地方 所以就算在九公企 萬二火 不是很多 他們覺得是破壞了整個環境景觀 你在下面打壓哥爾夫球場 上面 高個頭 看到一條公屋的長城 他們絕對不接受 不接受政府要去馬 政府有能力的 但現在有兩座 又不是很大的大山 但兩座小山 首先今天就要過環支會 環支會其實這個 這個課題不是新課題 以前沒有阻力 以前有浪源濕地事件 很多都環支會 大家注意一下 粉嶺庫爾夫球會 有一些閒人是可以入 但是傳統上附近的村民 是可以進去打球的 因為這塊地不是粉嶺庫爾夫球會 其實是政府 是以好廉的租金 批出來給他們 他們服侍的人是很少的 受惠的人只有幾千人 但是霸佔了 這是很多環保人士的觀點 百多公頃土地 只有幾千人用 不公道 而且成為自己一個高級樂園 他們就說不是我們打理得 那些山聯起伏的草地多漂亮 這個就是土地運用公不公道與環境諮詢的問題 但是中間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個人物 我覺得都頗值得大家談論的 黃遠輝 黃遠輝是土地諮詢委員會主席 同時又是這次環境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大家記不記得 他搞一個土地大辯論 搞到林鄭月娥多不高興 你看見這些環資會的角色比較清晰 你不用考慮什麼因素 我純粹從這個環境評估去看 那個絕對是可以很公正、很客觀 但是很明顯為何環資會都出現 有些成員好像有些變化遙動 但是很明顯背後有一個很強力的遊說 本來很簡單 我就看環境一番 但你一看其他因素就複雜了 所以就算過了環資會 你跟著立法會那座大山更加難忘 因為現在好幾個大政黨 葉劉的新聞黨不用說了 就算經民聯和民建聯 其實都是反對的 經民聯反對就必然的 因為經民聯個個都是有錢人做生意的 民建聯反對就真是可圈可點 當然有些新的議員你都還沒摸清楚他們 我先看幾個傳統政黨 工聯會就很堅持了 基層路線你都不支持 所以背後是隱言著有一種階級矛盾 是的 現在拭目以待 因為今天開會 會不會像上次開六個半小時那麼長 上次開完六個半小時都是沒有結論的 還有看看開會的程序點 是不是真的要投票呢 名票還是暗票呢 其實過去一直是名票的 在上一次有人提議投暗票 為何要投暗票呢 這個問題出現了 一投暗票 投名票 可能記者都神通廣大 誰投什麼票 然後又不是說要起底 你很簡單看他的背景都知道很多東西 這個也確實是香港一個 在完全選舉制度下都有這樣的矛盾 當政府立場堅定的何永賢 局長都說 喂 如果 開綠燈一定去馬的 那他負責房屋的嘛 你怎樣吐回房屋出來 你有個承諾的嘛 他也要交功課的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質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